今天讲座的题目是加拿大个人所得税常识 在开始之前我还是简单的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民运快据事务所合伙人 早年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的贸易经济系 02年移民加拿大 05年获得了约克大学修理和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然后进入石沟学bank 枫叶银行 先后在商业部门和财务部门任职 在银行工作期间考取了CPA和CFA的资格认证 2010年从银行辞职出来开始创建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 到现在已经是12年的时间了 2018年经过四次考试 我又取得了一个新的资格认证 叫做加拿大信托和遗产职业者的资格 我是专注于新移民和高收入高资产人士税务规划的会计师 同时呢 我也是财税知识最全面的人寿保险经济和IFA 保单抵抵抗贷款专家 那么这是我的一个简单介绍 那么今天要cover的内容呢 是个人税 加拿大个人税你需要了解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加拿大个人税制呢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它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呢 我们叫做呢 这个个人税是累进税制 OK 我们以安省为例 这张表格呢 是安省2022年联邦和省税合并的个人所得税的税表 那么这张表呢 主要是针对的利息及一般收入的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加拿大的这个税法呢 将个人税呢 分成不同的区间 由收入的最低的部分到最高的部分 分成不同的区间 那呢 收入越高的区间 你要上的税 也就是说我们的边际税率是越高的 2022年当你的收入低于14000多块钱的时候呢 你是一分钱的税都不用上的 随着税阶的这个提高 你要交的是越来越多 对吧 当你的收入高于22万1000多的时候呢 那你就有一多半都交到税务局去了 OK 那这个绿色的这些这个数字呢 是实际税率 这个呢 就是啊 你简单一点说就是你的平均税率 就是你挣那么多钱 你平均要交的税是多少 OK 这是第一个特点 那第二个特点呢 是我们加拿大的啊 根据个人收入来源的不同 你带到刚才那个表格里面去计算你要交多少税的 OK 那第二大类呢是资本增值的收入 资本增值的收入呢 简单一点说呢 就是买卖资产的差价 OK 你五块钱买了一只股票 他涨到八块钱的时候你把它卖掉了 这个呢 时候呢 你就实现了一个三块钱的资本增值 如果你没有卖掉了 是不算收入的 OK 那么这三块钱的资本增值 因为你是冒了风险 拿钱去投资赚取的 税务局呢 就说我给你一个优惠 这三块钱呢 只有一半需要上税 另外一半呢 是完全免税的 也就是说呢 你这三块钱只有一块五毛钱 需要带到刚才的那个表格里面去计算 你应该交多少税 OK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种收入呢 是从加拿大的公司拿到的股息收入 我这里特意强调 强调的是从加拿大的公司拿到的股息收入 OK 那么因为加拿大的公司给加拿大交过公司税了 所以呢 在个人收到股息收入的时候呢 他的税率呢 是比较优惠的 优惠多少呢 就是要减掉你已经交过的公司税 那我们以安省为例 公司税有分成两的 一个是12.2 一个是26.5 OK 那如果是你从海外的公司 譬如说中国的公司 美国的公司收到的股息收入了 因为没有给加拿大的政府交过公司税 所以呢 这些股息收入了 是跟第一大类一样的 是百分之百要计入收入来上税的 下面这张表格了 就是 就是前面的这个三大类收入 我们是怎么样的具体的税率是多少 这个红色的这个税率呢 就是我们前面看到那张表是一样的 利息级一般收入 它的编辑税率是这个 那绿色的这一列呢 是资本增值收入的税率 因为刚才讲过了 资本增值的收入呢 只有一半要上税 所以呢 你可以看它的绿色的这个税率呢 都是相对应的是红色的这个税率的一半 好 我们从加拿大公司收到的股息收入呢 又分成两大类 因为前面讲过 加拿大的公司税呢 有两档 一个是12.2 一个是26.5 所以呢 紫色的这一列呢 是已经交过12.2的公司税的 他个人股东拿到分红的时候 就按紫色这一列 这一列来上税 而橙色的这一列呢 是交过26.5的公司税的 当股东收到分红的时候呢 就按了这一列来上税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呢 橙色的这一列 它的这个税率呢 比紫色的呢要少 少多少呢 少大概就是百分之十几的样子 OK 好 因为呢 我们这个讲座呢 就是针对的呢 就是不少是新移民朋友 所以呢 我这里呢 特意来讲一下 这个怎样来申报海外收入 那海外收入包括哪些呢 第一个最常见的是打工收入 这个打工收入呢 你要报入 报给我们加拿大的填到那张税表里面去的 是扣除五险一斤以前的总工资收入 OK 房租收入 你在国外有房子 那呢 是要 房租的毛收入 减掉你的贷款利息 管理费用和各种附加税费等等 以后的净租金收入 是要上税的 这里我特意要强调呢 这个 附加税费呢 是不包括个人所得税的 这些附加税费 我知道了 有什么城市建设税 教育附加税等等 这些除了个人所得税以外的这些税费呢 都是作为费用 去从你的毛房租收入里面减掉的 OK 只有个人所得税是很特殊的 你要把它拿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个人所得税呢 是可以一分抵一分在加拿大抵税的 OK 待会我要讲 这个这个怎么抵税 好 第三大类的是生意收入 如果你是一个个体户 在个人名下做生意 那呢 你的毛收入减掉你各种费用以后的 净生意收入了 是需要放到那个表格里面上税的 那我们有大部分客户 生意做到一定的程度 都是放在中国的有限公司里面去做的 那公司里面的收入呢 是不用在个人名下去申报上税的 那是属于公司的收入 OK 好 还有呢 就是一些股息收入跟利息收入 这些呢 是百分之百 要作为收入 放到那个表格里面去计算的 再就是海外的资本增值收入 就是你在海外 在国外买卖资产的差价 同样也是只有百分之五十 是要记录收入上税的 OK 好 那么这就是大则海外收入 是应该怎么样申报作为收入来上税 好 当你把这个收入报进去 在我们的表格里面计算出 你要上多少税以后呢 你在海外 向海外的政府交纳的个人所得税呢 他是可以抵减 你在加拿大的应纳税款的 可以一分抵一分的是这样的 所以我前面就讲到了 个人所得税是比较特殊的 他呢 因为他的作用更大 他是完全可以来抵税的 所以这就是海外收入申报的方法 好 那么个人所得税的申报有哪些常识呢 我们来看看 首先申报内容 我们说我们报税是从你长登的那一年 需要报税 那么什么叫长登 就是你把你的生活重心完全转到加拿大的那一年 比如说你们一家人来到了加拿大小孩开始上学了 那么夫妻两个人开始上语言班了 或者你在加拿大找到了工作开始开始上班了 这个时候算你长登 从那一个十点开始你就变成了税务居民 OK 那么第一年也就是你长登那一年的只需要报个人收入 个人收入我们叫这个表格我们叫T1 从你长登的第二年开始 我们每年既需要报个人收入T1 也需要报海外资产 那么海外资产的有两张表格 一个是T1135表 一个是T1134表 这个每年都需要申报 OK 那报税的时间表是这样的 个人税和申报海外投资型资产的那张T1135表 是在下一年的4月30号以前要提交到税务居去 那你如果有欠税交清税款的时间呢 也是下一年的4月30号 OK 那这个报税的截止时间 下一年的4月30号呢 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另外呢 唯一的例外就是如果你是自雇人士呢 可以延长到下一年的6月15号 但是不管对于谁来说 如果你欠税交清税款的时间 都是下一年的4月30号 好 当我们把税报完以后 两到四个星期之内呢 你会收到税务局的一个回单 这个呢 我们叫做Lotus of Assessment 简称NOA 这个回单呢 很重要 因为你申请父母团聚移民 申请父母探亲 还是你买房子需要拿这个贷款 都会需要用到这个NOA 这个NOA呢 是对你上一年的这个报税情况的一个总结 好 那么在4月30号以前呢 和4月30号以后的一段时间呢 我们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呢 都在忙着发放这个NOA 好 一般来说等到6月份以后呢 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呢 会稍微要显一点的 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会发出信件给纳税人 这个信件呢 就是内容呢 就是要抽查你报的一些科目 OK 那么这个呢 属于一个正常的收抽查 我们叫做review 不是税务局发现你有什么问题 针对你进行集合哈 所以大家收到税务局的这个信以后呢 千万不要慌张 他要什么 你就提供什么就行了 OK 那我们第一年登录的新移民的 收到税务局的信呢 往往最常 最常见的呢 他需要你提供 你登录 登录前的全球收入 他呢 需要这个呢 来计算你下一年 你们家下一年 所能够拿到的政府福利 所以呢 新移民往往会收到这个信 他要什么 你提供什么就可以了 那申报的原则呢 是自我评估如实申报 OK 作为纳税人 你是有义务知道 你需要报税的 没有人会提醒你 如果你 没有报税 有欠税 税务局就会给你罚款 你是无可辩驳的哈 正常情况下的 报税的资料呢 是要保存六年被被查 但是税务局的正常 集合时间是三年 好 这个三年从什么时候 开始算呢 从你报完税以后 政府税务局发出 NOA的那一天算起 往后数三年 OK 这三年之内 如果你没有收到税务局 查税的信件呢 那呢 你大概率呢 会比较的安全 除非税务局 有证据显示 你确实是有偷税 漏税的行为 那他可以把时间 延伸到六年 甚至到十年 都有可能 那所以说呢 一般情况下呢 就是没有 政府税务局 没有证据显示 你偷税漏税的时候呢 那三年呢 你就过了这个 这个查税的窗口 你就基本上是安全的了 OK 那我们报税的方法呢 是 我们在计算 你要交多少税的时候呢 都是以个人为单位的 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这点要记住哈 只有在计算 你们家下一年 能够拿到多少政府福利的时候呢 是要把夫妻两个的收入 加在一起的哈 那我们政府的福利的发放的区间呢 那一般都是7月1号到来年的6月30号 那为什么是这样规定的呢 因为我们的政府福利 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你的家庭净收入的基础上的 4月30号完成报税 那么你上一年的收入是多少 净收入多少 税务局已经知道了 那么他就来在这个基础上的计算 你们家的福利是多少 那么从7月1号开始就可以发放你们的福利了 OK 报税呢 是可以自己申报 如果你认为自己的水平够的话 当然如果你认为自己的水平比较高 你不光可以给自己报税 你也可以帮别人报税 OK 那在加拿大呢 报税呢 是不需要任何资质的 你在税务局的网站上面只需要注册一下 一分钱都不要花 你就可以说自己是税务局注册的电子报税师了 OK 所以大家注意哈 这个税务局注册电子报税师 任何人都可以做的 是没不需要任何资质的 当然 你报税呢 你也可以请注册会计师来帮你报税 但是不等于注册会计师 他报税就一定比没有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 报税就一定报的好 我也认识不少的同行朋友 他并不是注册会计师 但是呢 他们就是个人税呢 是非常精通的 所以呢 这个呢 最主要的是取决于 这个帮你报税的这个人 他的 他的这个专业知识和他的经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OK 那报税呢 是可以邮寄 也可以电子申报 我们这个 从几年前也开始 就是不管是新移民也好 还是老移民好了 报税呢 我们都可以通过电子申报的方式 去递交到税务局去 早些年的时候 新移民第一年是只能够邮寄的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 都是电子申报 那我们的新移民呢 经常会搬家 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新移民 都是什么PI的NB的SaaS的 这些新移民 那他们往往在这个移民的移民 这个省份登陆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了 可能会搬到别的省份去 那你到底在搬家的那一年 要报哪个省份的税呢 是取决于你12月31号 哪个省是你的常住地 你就报哪个省的税 哪些收入需要纳税 这个呢 其实呢 并不复杂 需要纳税的收入 我们来看看 又分成两大亏来讲 一个叫赚得的收入 它包括 如果你在加拿大 有打工收入 就会给你提付 如果你有佣金收入呢 会给你提付 海外的打工收入 生意收入 退休金等等 这都属于赚得的收入 那么投资收入 如果你在加拿大 有投资收入呢 银行 基金公司 保险公司 他会给你issue T3 T5 T5008 T5013 等等表格 收到这些表格以后呢 你就交给你的会计师 他们会帮你按照不同的格子 填到我们的报税软件里去 你不用去操心 租金收入 是净租金收入 需要纳税 不管是加拿大的 还是海外的 都是一样 资本增值收入 只有一半需要上税 刚才讲过的 那加拿大呢 有一些不需要纳税的收入 牛奶金 消费税 退税等政府福利 是完全免税的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 我们给低收入家庭的补贴 当然不需要他们再上税了 你买的人寿保险 或者重病保险的赔付金 或者你买的彩票 中奖的奖金 这两项在加拿大的 也是完全免税的 OK 你收到的遗产 和货赠的礼物 也是完全免税的 我们加拿大呢 是没有遗产税 和赠予税的 这个说的是 最常见的就是 你的父母亲 他们是中国的居民 与加拿大的 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他们送给你一大笔钱 或者说 他们 留给你一大笔遗产 作为你接收的一方 在加拿大是完全不用上税的 好 比较复杂的是呢 就是支出 抵税了 哪些支出可以抵税 我们 又分成几大类来讲 这个 减税额 英文叫做 deduction 它呢 是直接从你收入中 最高的那一部分 扣减的 那大家知道 我们加拿大是累进税制 刚才这个表格也给你看了 收入在22万1以上的部分 就是53.53的税率 所以呢 当你的这个减税额 是从最高的部分扣减的时候呢 那你收入越高的话呢 那你这个减税额 发生的作用就越大 举个例子 同样的1万块钱的减税额 对于税率 就是边界税率是50%的人来说 那么他能够减的税呢 是5000块钱 OK 对于边界税率是20%的人来说 他能够减的税呢 只有2000块钱 OK 这是第一个 第一大类 减税额 第二大类呢 我们叫做不可退还的顶税金 叫做Long Refundable Tax Credit 这个呢 首先我们有一个额度 英文叫做Avant 这个额度呢 是在联邦这个层面呢 是乘以联邦的基准税率 15% 得出了一个数额 那么得出了这个数额呢 就直接抵减应纳税款 各省呢 也有各省的不可退还的顶税金 那就乘以你各省的基准税率 各省的基准税率都是不一样的 这种顶税金之所以叫做不可退还的顶税金 它的意思就是只有当你纳税人有应纳税款的时候 它才可以帮你减税 当你没有应纳税款的时候 它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政府不会把这个顶税金退给你 这是第二大类 不可退还的顶税金 第三大类呢 我们叫做可退还的顶税金 叫做Refundable Tax Credit 这个呢 是这个数额计算出来以后 即使你没有应纳税款的 也可以拿到退税 政府会把这个钱直接发给你 那么这个呢 一般呢 是给低收入个人和家庭的一些税务补贴 OK 好了 下面呢 我们就来具体介绍一下 这三大类的支出 到底各自包含哪样一些科目 我们先看看 常见的减税额 有了一些 好 第一个 注册退休储蓄计划 RRSP 它呢 是 首先呢 是上一年的挣得的收入的18% 会产生一个RRSP的供款空间 那呢 我们有一个封顶的 2022年的封顶呢 是29210块钱 这个挣得的收入呢 具体来说包括打工收入 生意收入 它还包括净租金收入 海外的净租金收入 这个打工收入 生意收入 都是一样的 都可以 都可以来产生这个RSP的空间 那还包括呢 就是如果你是离婚了 那你的配偶给的你的赛养费 这个是需要纳税的 它也会给你产生RSP的空间 那你必须呢 在下一年的3月1号以前 把这个 一笔钱 存到你这个RSP账户里面去 这个存进去以后呢 你供款就可以抵减当年的收入 所以呢 这个地方涉及到三年 上一年 下一年 跟当年 好 简单一点说 举个例子说 现在是20 咱们现在要报的税是2022年的税 OK 那么呢 就是2021年 你挣得的收入的18% 帮你产生了一个RSP的空间 举个例子是2万块钱 OK 那呢 你必须在2023年的3月1号以前 存到RSP的账户里面去 把这2万块钱 那这2万块钱呢 就可以抵减你2022年的收入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本来是有10万块钱的收入 你现在就变成了只有8万的 所以呢 它是这么样作用的 那投资在RSP的账户里面呢 是免税增长的 取出来的那一年的百分之百 要当成当年的收入上税 超额账款 这个RSP的空间 它是有限的 对吧 如果你超过了 你账款 账出 账得超过了 它的这RSP的空间 超出2000块钱之内呢 是不会被罚款的 那2000块钱以上的部分呢 每个月要罚款 百分之一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还有呢 这个RSP的这个账款空间呢 是可以累计的 过去没有使用的空间 都可以帮你累积在你的账户里面 今后用于今后来使用 第二个常见的减税额呢 是初次买放则免税储蓄账户 First Home Buyer Savings Account 这个呢 是我们2023年才开始新有的 它是从2023年1月1号开始辞职的 它的要求是呢 你必须是18岁以上 是加拿大的居民 必须在开户的当年 或过去的四年 自己或是配偶名下 都没有自己住的房子 好 我特意强调 这个是指的全球范围之类 当我们税法上面 没有说 没有界定说 是加拿大 没有自住房的时候 但它指的一定是全球范围之类的 因为很多人 包括有的会计师 都会讲是加拿大的范围之类 这个是不对 是全球范围之类的 每个人每年最多可以 供款的空间是8000 当年没有使用的额度呢 可以累积到第二年去使用 但是一个人呢 一辈子呢 只有4万块钱的总空间 供款呢 是可以抵减你当年的这个收入的 OK 那投资在账户里面免税增长 你可以做各种投资 买房内年取出的时候呢 是完全免税的 OK 好 这个账户呢 它规定说满15年 或者是你满71岁的时候呢 就必须把它关闭掉 那关闭掉这个钱怎么办呢 这个钱你要么呢 就取出来买自住房 那么这个是完全免税的 对吧 要么呢 你就可以转入你的RSP的账户 这个呢 是延税转到RSP的账户里面 今后取的时候要上税 除了前面两种选择以外呢 第三种选择就是 你既不买自住房 也不转到你RSP里面去 那就要作为你的收入 在当年纳税 好 第三个常见的减税额呢 是搬家费 moving expenses 他说的是因为工作 或者是上大学搬家 使得纳税人的住所 到工作地点 或者是学校的距离呢 缩短了至少40公里 这个呢 我要强调一下 是必须先有了工作 或者是学校的offer 再搬家 才可以 你不能说我搬到了一个新地方 我再找了工作 这是不可以的 这个最多搬家费 可以抵税的这个费用呢 不超过你新工作 拿到的收入或者是奖学金的额度 OK 那么奖学金有的是要纳税的 大部分好像都是不用纳税的 不用纳税的情况下 就没有什么用 对可以纳税的 你就可以抵 好 还有一点是 你搬到这个新地方以后 那也许你的新工作的收入 比你的搬家费当年的还要低 那你是不是搬家费用就抵不完 抵不完没有关系 可以第二年接着用 可以抵税的搬家费用呢 包括合理的膳食住售旅行费用 家庭财务的搬家费和仓储费 租约取消费用 旧房的销售费用等等 有很多的细节 那我的经验呢 是如果你申报搬家费呢 税务局要抽查你的 要检查你的这个概率呢 是比较大的 所以你一定要准备好各种这个收据 这些东西来供税务局备查 第四个托儿费 他说的是呢 工作或者是全职读书的父母亲 雇佣别人照看孩子的费用 可以作为托儿费来抵税 那符合条件的托儿费呢 包括保姆 日托 日营 寄售学校和个业营等等 托儿费的规定呢 是必须由夫妻两个中间较低的配偶 用来抵减收入 最多只能抵减低收入配偶 或者是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单亲父母正得的收入的三分之二 好 这地方我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就是只能够抵得正得的收入 什么叫只能够是低收入的配偶来抵税 去说夫妻两个人 先生 一年收入十万 太太一年收入三万 那的这个托儿费有 比如说托儿费有八千块钱 那只能放到太太名下来抵税 不能放到先生名下去抵税 那么必须这个太太要抵税的话 这三万块钱 他还必须是什么准得的收入 就是打工收入 或者说是生意收入 好 如果是夫妻两个人都不打工 也不做生意 两个人虽然有收入 但是都是投资收入 或者是房子的租金收入 那对不起托儿费根本就不能够抵税 没有用 因为税务局认为你们两个人又不工作 你们两个人是靠钱挣钱 你们有时间带孩子 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夫妻两个人一个工作 太太 比如说全职在家带孩子 太太没有收入 那这个托儿费同样的没有办法抵税 不能够放到先生名下去抵税 因为税务局认为太太全职带孩子 那先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不能够来保这个托儿费 好 那么我们还有额度限制 最大额度是年龄七到十六岁之间 每个孩子五千 年龄小于七岁的孩子呢 每个孩子是八千 好 下面这一个这个常见的减税额呢 是家庭办公费用 Work from home expenses 这个呢是 在疫情发生以后呢 就比较普遍有这个东西 他在2022年呢 他的规定是至少要连续四周在家工作 超过50%的时间 才能符合条件 他又分成两种方法 一个是简单的方法 一天两块钱最多500 一个呢是详细的方法 他呢是 可以报的是为你的家庭办公室 不分支付的实际金额 就是根据你支付的实际金额来报 那雇主需要签的是T2200表号 首先你的家庭办公室 咱们要细签计算一个 到底占你家多大的比率 譬如说一间办公室 咱们说 占的比例大概是咱们说10% OK 好 其实呢 你在家办公 你是每天只工作8个小时 一天是24个小时 那是不是 你每一天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办公的 所以呢 你要这个比率就是说 三分之一乘以10% 这得出了一个百分比 这个呢是 你可以把家里的这些费用用来抵税的一个百分比 好 那么除了这个百分比以外呢 我们还要计算到底有哪些内容 有哪些费用可以抵税 他又分成两类 拿工资就是你只有工资的员工 那么可以抵税的费用 包括水电器 上网 小维修 租金和你支付的康赌费等等 那有的员工呢 是既有打工收入 他也有佣金收入的 OK 那么这些有佣金收入的员工呢 额外可以抵税的费用 包括房屋保险 递税 手机电脑传承机的租用费用 也就是除了有佣金收入的员工 除了上面这一些以外的 额外还有下面这一些可以抵税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很大的一块叫做是房屋贷款的利息 这个是与房屋相关的费用里面往往是最大的一块 它是不可以抵税的 当然如果你是开公司的 如果你是自雇的 有家庭办公室 那个是可以抵的 我们这里讲的家庭办公费用 主要是针对打工的员工的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你首先成立一个比例 这个比例已经比较小了 再加上抵税的这些科目又是有限的 所以呢 用这种详细方法你计算出来的可以抵税的这个额度 未见得就比用简单方法计算出来的额度会更多 而且用详细办法来抵税 税务局非常容易要查理 查理的时候要你提供各种证据 这个会让你花费很多时间 而且会很心烦 所以我们强力强烈建立大家的就是如果是打工的员工 最好就直接用简单方法就行了 好了前面讲的是这个减税额哈 下面呢我们讲第二大堆不可退还的顶税金 有了一些 好第一个呢 医药费 大家会说咱们加拿大不是全民公费医疗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医药费呢 抵税呢 医药费会出现着有一些呢是这个政府不cover的 或者是有些单位有的这些医疗保险不cover的 这是一点 还有一些呢就是我见到的客人最常见的是回国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 然后在国内呢支付了一大笔医药费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你就可以在你报税的时候呢 来申报医药费来抵税 好刚才前面讲过就是联邦这个层面呢 这个顶税金首先是有一个额度 然后再乘以这个联邦的基准税率 对吧 那么医药费呢是这个联邦的基准税率是15% 这个医药费呢是适用这个15%的基准税率的 好我们看看具体来说医药费可以抵税的起点 他呢首先有一个门槛 这个门槛呢是个人净收入的3%和2479块 这两个数字中间较低的那个就是你的门槛 那么超过了这个门槛的医药费 可以作为顶税金使用 OK 夫妻和未成年子女的医药费可以合并在一个人名下来使用 一般呢只要净收入较低的配偶的应纳税款 可以用掉医药费的顶税金呢 就应该在低收入的配偶名下来使用 这是教你怎么使用方法哈 其实我们在用我们的专业软件报税的时候 他是自动的来计算来自动的分配在那个配偶名下抵税的 你根本就不用操心 好我们来看看到底具体怎么来抵税 举个例子 这个纳税人2022年他支出了1万块钱的医药费 是这个政府和单位都不cover的 OK 那么这1万块钱减掉门槛 咱们说是2479 得到了这个额度 amount乘以联邦基准税率 就得到他的顶税金的额度是1128块15 那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意味着你的这个纳税人当年他的应纳税款中间可以从这中间可以减掉1128块15 OK 这个医药费呢 这个顶税金大概就是这样作用的 好 学费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顶税金哈 尤其是在就是主要是指在加拿大上学的上大学的这些人来说 好 这个呢是指政府认可的大专大学的学费 或者是为了取得专业执照而发生的学习考试费用等等 一般需要提供的T2202表格 如果你在加拿大境内上大学 或者是T2TL11表格 如果你在加拿大境外上大学的话 这表格都是可以在税务局的网站可以下到 那么如果加拿大大学 他会自动发给你T2202 如果是境外的你就必须拿个TL11表格 到底在境外的大学让他们去帮你签字 那 学费发生的当年呢 最多可以转5000块钱给你的配偶 父母和祖父母使用 这5000块钱到底可以给自己减多少税呢 就是给你的配偶父母 祖父母减多少税呢 那就是5000块钱乘以联邦基准税率15% 就得出可以减的应纳税款是750块钱 所以我们就会说这个顶税金5000块钱价值750块钱 好这个学生转了5000块钱给配偶父母以后呢 那他还有没有用完的额度可以留给这个学生将来有收入的时候使用 好下面一个学生贷款利息也是可以作为顶税金使用的 他呢是符合条件的这个学生贷款利息呢 必须是当年或者是之前五年中任何一年支付的利息是有用的 他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是有道理 因为我们大学四年加研究生一年往往就是五年 对不对 那么你然后你就五年以后你就工作了 那工作以后你有收入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学生贷款利息这个顶税金来给你抵税 好下面一个不可退还的顶税金 配偶依妇人顶税金啊 他说的是夫妻两个人如果一个有收入比较高 一个他的配偶没有收入 当这个配偶的净收入低于14398的时候 就低于他的免税额的时候 那么呢 这个 纳税人就是这个收入高的一个人可以用这个低收入的配偶 他的这个免税额可以使用他的免税额 这样呢就有一个顶税金 好如果这个 这个配偶他没有一分钱的收入的时候 那么这个顶税金 他最高可以为他收入高的这个配偶减税 2160块钱 这个2160是怎么出来的 14398乘以15%就得出他的这个顶税金是2160块钱 好下面有一点哈 如果这个纳税人他是单身 并且在他自己的家里供养子女或者是父母 必须在自己家里哈供养子女或者是父母 那么这个子女父母呢 他们呢自己应该也是没有收入的对吧 那么这个单身的纳税人呢 就可以也有同可以申请同样的 这是一样的这个顶税金来使用 OK 那同样如果他们有收入 他肯定用的顶税金就要相对的减少 OK 如果他的这个衣服人 好 下面一个照看者顶税金 Canada Caregiver Credit 在过去的时候呢 过去大概是五六年以前 只要是父母亲65岁以上 那呢 就是这个孩子就可以申请照看老人的顶税金 那后来呢 几年前就变成了联邦这个层面变成了哈 就是必须是纳税人照顾自己或者配偶的体弱的亲属 为他们提供支持哈 这个体弱呢 他用的是一个英文叫做啊 Mental Mental或者说是physical的impairment 这个impairment就是呢 不健全的翻译成中文 应该是这样子 他也没有说你一定要符合领残疾人津贴的这个条件 他说的是不健全的 所以不健全他一定是精神上或者身体上是有有问题的 有疾病的哈 那么 这个呢 最多可以申请2022年是7525块钱的这个照看者顶税金的额度 那么这个额度价值多少钱呢 价值1129块钱 就是这个额度乘以15% 好具体的要求是这个被照看的亲人必须全年都在加拿大生活 但是呢 他可以不与纳税人同住 也就是说你只是给他提供经济上的支持给他送食物买衣服带他出去玩也是可以的 好 残疾人 顶税金 我们来看看啊 他说的是纳税人身体或精神功能有严重残疾 有严重的残疾 这个就是残疾了 申请者需要提交由医生签名的T2201表格来证明他是符合条件的 这个顶税金的额度呢 最高是8870 2022年那18岁以下的残疾孩子呢还有额外的5174的额度 未使用的额度呢可以转给配偶父母或者子女来使用 也就是残疾人本身他既然残疾了他可能收入就很低或者甚至没有收入 那这种情况下呢可以转给他的亲人使用 OK好下面一个呢是一个新的啊 首次买房者顶税金 sorry这个不是新的 这是额度是只是2022年提高了 以前只有5000 OK他也说的是必须自己和配偶在购房当年和之前四年都不拥有自己的住房 一样是全球范围以内的 这个额度呢2022年提高到1万块钱 那么他价值多少呢 价值是1500块钱 OK好下面一个不可退还的顶税金 改残疾人改造房屋费用顶税金 他要求的是纳税人是65岁或者以上符合申请残疾人顶税金的条件 从2022年开始才有的哈 每年他用于改造房屋费用可以有最多2万块钱的顶税金额度 这2万块钱价值多少呀 乘以15%啊 最多可以价值是3000块钱 可以给你减税3000块钱 好符合条件的这个改装呢 包括安装能以滑到装修走入室淋浴房加宽走道等等 好下面这一个呢是2023年开始有的哈 是多代人同居装修费用顶税金 他说的是 你要纳税人装修目前的住房 使之有另一个独立的单元 独立的单元要有单独的卫生间和厨房 可以供残疾人或者说是老人一同居住 这个呢 从23年开始 那么最多呢 可以有5万块钱的顶税金额度 那他价值多少呢 5万乘以15% 这是可以给你减税的额度 好了前面讲的所有的不可退还的顶税金 在联邦的层面 这个顶税金都是乘以15% 当然各省还有各省自己的顶税金 大部分呢是跟联邦呢是 就是同等类别的 也有少的呢是他们自己自己的顶税金也有 那都是乘以联邦都乘以15% 那下面要讲的两个是并不是乘以15% 他们的可以帮你顶税的额度 会更高 OK好具体来说 一个是慈善捐款顶税金 你给加拿大的就是有税务局注册过的慈善机构 比如税务局注册过的 他才能给你那个慈善捐款的收据 必须是这种 那呢你给他们捐款以后呢 捐款的这个顶税这个额度呢 可以在当年或者是今后的五年之内使用 也就是说你捐款以后 你在今年或者今后的五年 你都没有因纳税款 没有收入 那这个慈善捐款顶税金对来说也是没有用的 最多可以使用的金额是当年净收入的75% 你今年收入比如说你一共就是三万块钱 那你的捐款能够抵税的 也就是说最多可以使用的是金额是三万块钱的75% 就这意思 只有过世那一年可以是净收入的百分之百 那么使用的方法呢 是最好几年累计使用或者是夫妻的额度 加总放在高收入的配偶名下使用 这是大部分情况下都应该放在高收入名下使用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呢这个慈善捐款顶税金呢 他有不同的档次 200块钱以内呢 你只能够顶 低15% 那200块钱以上的话呢 你可以用慈善捐款的金额呢 乘以29% 对吧 所以你几年累计使用或者夫妻额度加总 那你就只有一个200块钱 这个低的部分就15%的部分就只有一个200块钱 那其余的都是29%的部分对吧 这个呢 2022年的收入哈大于2222的时候呢 这个200以上的捐款的高于其收入的部分呢 他的乘以的这个比率是33%就更高了 也就是说给收入很高的个人的资产捐款 他还会有额外的一点这个鼓励 好 政治捐款顶税金 他是这样来顶税的哈 政治捐款400以内呢 是可以乘以75%用来抵税 400到750之间的部分乘以50% 750到1275分乘以33.33 你捐款超过1275以上的部分 就一分钱都不能够顶税了 好 为什么会这样设计 因为我们政府呢 不鼓励 一个很有钱的富豪去给他喜欢的政党捐很多钱来支持他 从而来影响这个政党的政策来向有利于他的方向来去倾斜 OK 这就是他的目的 所以呢 他鼓励大家捐款 但是不鼓励说一个人去捐太多的钱 所以我们的这个税法的设计税率的制定都是与这个政策导向是息息相关的 好 前面讲的是不可退还的顶税金 下面呢 我们来讲的是可退还的顶税金 这个呢 简单一点 就是说呢 其实呢 也可以说就是给低收入的啊 这个一些人群的一些补贴吧 也可以这么认为哈 好 下面 第一个呢 是这两年才有的叫加拿大培训补贴 Canada training credits 这个呢 还比较复杂哈 他说的是呢 纳税人每年报税以后就会有250块钱自动加入到你的这个账户上面去 每个人的一辈子的上限是5000块钱 那2022年为了使用这个 培训补贴呢 你的年龄必须在26岁到65岁之间 全年都是加拿大的居民 2021年的收入了必须在10342和151978之间啊 这个15万多之间啊 那必须是在加拿大境内支付的政府认可的大学大专的学费和为了取得专业执造的学习考试所发生的费用 这个跟那个学费要求好像是一样的哈 但是呢 学费是境外的也可以 这个培训补贴必须是境内的才行 你可以使用的顶税金的额度是你支付学费的一半和你的这个培训补贴账户余额中间少的那一个 那么如果这个顶税金的如果这个顶税金这个顶税金就是你的这个支付的额度哈 可以用的额度乘以15% 如果这个顶税金多余了你的应纳税款 那差额呢会退给纳税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可退还的顶税金 就是即使你没有应纳税款或者应纳税款更少 那么这个多出来的这个顶税金呢 它会退给纳税人 好 使用了这个培训补贴的部分呢 那你这个学费呢就不能够再使用学费的顶税金 就是这两个你不能重复使用 好 第二个可以退还的顶税金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哈 叫做 流奶金 简村流奶金就是Canada Child Benefit 那流奶金呢 我们先看看联邦给的流奶金 它是2022年最高金额呢 是当你2021年的家庭收入低于三万二千多百块钱 三万二千多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到最高的流奶金 OK这个六岁以下呢是一个小孩是拿六千九百九十七六岁到17岁呢可以拿到五千九百零三 OK 好 除了联邦的流奶金以外呢 还有些省份也提供自己的流奶金 比如说下面这些省份都提供 我看了一下哈就是比较常见的我比较熟悉的省份是PEI爱德华王子岛他们省是没有自己的流奶金的 好消费税退税 这个呢是我们去买东西都会有消费税对不对 那呢 为了就是帮助低收入的家庭来支付他们的就是生活费用 让他们更容易支付他们的这些最基本的生活费 所以呢 就根据收入来看 收入比较低的家庭呢 我们就会给他退还一部分这个消费税 2022年呢 你能够拿到的最高金额单身是467 夫妻呢 是加在一起是612 19岁以下的小孩是160亿 当家庭收入高于39,826的时候呢 消费税退税呢 以你的收入的50%的比率来减少 那么各省呢 也有给自己的低收入家庭的一些退税的政策 这个呢 我们就不讲了哈 我们今天讲的主要都是联邦的 碳税 碳税呢 也是这几年才有的哈 是自由党上台以后才有的 那么碳税呢 它是一个按季度发放的补贴 这个金额呢 是不受家庭收入影响的 也就是说 不管你家里的收入有多高多低 它都是有的 OK 那么碳税呢 是各个省来掌控的哈 省份不同呢 补贴的金额不同 那么补贴的省份呢 2023年以前呢 有安省、曼省、萨省和阿省 2023年呢 有身轻增加 流省、NB省和PEI 他们也开始提供碳税补贴 这个呢 具体来说呢 总金额 它是按照家庭成员的数额来计算的 我们以2022年安省为例 单身呢 是一个人373 夫妻呢 是两个人加在一起是559 那每个小孩未成年的是93块钱 好 最后一个我们讲的是加拿大低收入工作者补贴 这个是给你的收入尽管很低 但是你依然坚持工作人工作的人的一个补贴 它是鼓励大家低收入人去打工或者去做生意哈 首先他说纳税人要有工作收入 而且全年都是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2022年单身最高可以拿到1395 净收入超过22944开始降低 32244以上的这个补贴就完全没有了 那如果以家庭来看呢 2022年家庭最高额是可以拿到2403 有些夫妻两个人可以拿到这么多 那么家庭净收入呢 超过26000多开始降低 42000多以上的就完全没有了 好 上面呢就全面基本上是非常全面的介绍了 我们的三大队可以抵税的这一些费用和这些政府的补贴 好了 收入跟支出到底具体有哪些上税 哪些可以抵税 讲完以后呢 下面我们就可以来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加拿大的个人税 他到底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他到底是怎么样把前面讲的这些东西给他做一个加减法来计算出你应该交多少税或者应该拿到多少补贴的 好 我们来看看他分成这么几大步来进行哈 第一步 我们要计算我们要计算我们的总收入 那么呢我们就把打工收入佣金收入生意收入退休收入投资收入 租金收入 进租金收入还有应纳税的资本增值收入还有cppqpp的这些啊这个养老的福利老年金啊 EI其他福利 还有rsp如果你把它提出了提取了算成你的收入 还有就是说如果你离婚了你收到的配偶散养费也是要纳税的 把所有这些收入加在一起我们就得到了我们的总收入是多少 在总收入的基础上的我们就进行第二步的计算 减掉rsp还有这个第一次买房者的这个就是贡款 这个账户贡款这两个都是可以抵税的前面讲过对吧 减掉工会会费专业协会的会费小孩的看护费搬家费 你支付的给你前偶前配偶的配偶散养费是可以抵税的 利息支出投资费用还有你过去生意的发生的亏损 还有其他打工费用等等 这样一计算减掉以后了我们得到的就是净收入 这个净收入呢是比较重要 因为我们在计算下一年的家庭政府福利的时候 我们都是把夫妻两个人的净收入加在一起来来看的 第三步呢我们要计算因纳税收入在净收入的基础上 我们要减掉其他年份的有限合伙人亏损 其他年份的非资本亏损 其他年份的净资本亏损 我们就得到的是因纳税收入 好第四步呢我们要计算不可退税的顶税金 就是前面讲过的哈 我们在联邦层面呢大概有这么一些哈 个人金额配偶金额残疾人金额年龄金额 当你的年龄大于65岁的时候呢 有一个额外的这个金额哈 退休金金额CPPEI金额被雇用金额 学费学生贷款利息医药费第一次购房金额等等 把这些加总以后这就是那个额度 加总以后呢我们再乘以一个联邦基准基准税率 我们就得到我们不可退税的顶税金 好第五步我们来计算进联邦税款 我们将第三步得到的因纳税收入呢 带进累进税制哈 这是联邦的这个表格哈 这不是整理的表格哈 联邦的累进税制的表格 计算出联邦的税款 那么这个联邦的税款在表格中间 计算出的联邦税款呢 还要做一些调整 他减掉不可退税的顶税金 减掉股息顶税金 减掉正 海外收入顶税金 减掉政治捐款顶税金 把这些减掉以后呢就得到了进联邦税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可退税的顶税金 前面讲的就是在 计算最后的税款的时候 他是直接从联邦的税款里面减掉的 还有这个我们新移民可能往往会有的海外收入的顶税金 在中国交的税也是在这里卷掉的减掉的 这就是你这个是股息顶税金 紧实在加拿大买了加拿大的公司的这个股票分红 他有这么一个顶税金 还有政治捐献顶税金等等 这就得到了进联邦税款 好 第六步 我们就计算这个最终因纳税款 好 我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哈 这个审理的应纳税款的就是完全按照刚才的第一步到第五步的完全是按照这个一样的套路一样的方法来计算的只不过审理他用的是审理的税率而且审理的这些这些福利啊和这个补贴他会有他自己的会有些不一样啊就是这个不可退出顶数金他会有些不同的规定啊好我们看看进联邦税款 他最后的调整是加上自雇 你是自雇的话你自己还要交一份CPP要交一份EI在这个地方就加上去了 还有如果你拿到什么社会福利你要退还的在这里加上去这就是审理的应纳税款 那么要减掉 你已经被你的雇主扣掉的税款 譬如说你是anti for的那在发工资的时候你的雇主已经扣掉了的税款在这里是要减掉的 减掉你多付的CPP和EI 还有减掉你分期预付的税款 这个你如果收到税务局的信说你要交预付税预扣税那你就在这个地方 那你交了预付税以后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减掉因为你已经预扣了对吧 减掉加拿大低收入工作者补贴减掉加拿大培训补贴就是前面讲的那两个 refundable tax credit 好这样做出这么一个加减法以后最终得到的是应纳税款 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数额 当应纳税款是正数的时候说明你要给税务局还要补税 当应纳税款的数额是一个负数的时候 你就可以从政府拿到退税 所以我们经常说哎我要去拿退税怎么样的这个退税是怎么出来的呢 就在报税的时候就是这么计算出来的 ok好 那呢就这个这个基本的这个我们的税哈 应纳税款怎么计算出来的 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终于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 好 那我们看看呢我们报税需要哪些信息 那呢 我 这个地方呢就特意呢就是针对新移民来讲讲 他们需要提供哪些信息 因为他们跟老移民还稍微有些不一样 首先呢要提供的是你的你们一家人的基本情况哈 虽然我们说计算应纳税款的时候是夫妻两个单独计算 但是我们报税呢 一般呢是夫妻两个人都是找一个会计师一起报的哈 这样比较简单 首先需要纳税人的姓名生日婚姻状况 这个什么地址电话好对新移民比较特殊的需要你的登录日期 就是你成为加拿大的税务居民的长登的日期 还有你的配偶的信息 当然也有你配偶的登录日期 再就是你的未成年的孩子 他们的信息 我们也是需要的 好把这个基本信息提供完以后呢 我们新移民 譬如说我我们最多的客户是中国来的新移民 那那第一年呢 你就需要填这么一张表格 我们需要呢用这张表格来统计一下 你在成为税务居民在登录前的收入和登录后的收入 所以我们要新移民 我们一定要分成两块登录前登录后来来申报 登录前呢的收入呢 是不需要上税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呢 我们需要用来计算政府福利 所以在稳报税的时候是一定需要的 那登录以后的收入呢 我们是在加拿大是需要上税的 所以呢 所以我们也需要在中国你已经交了多少所得税 也要放在这个地方 前面讲过在中国交的所得税 在加拿大可以一分底一分几 底在加拿大应该交的税 OK 那呢 就是纳税人 这是纳税人的张表格 分成登录前登录后的收入和交的税 好 他的配偶同样的表格 也要填一张分成登录前登录后的收入 这个统计的都是在中国的 那如果 哎 他们在美国也有收入 怎么办呢 那呢 美国这这样同样的表格也要填一张 就是你要分国家 每个国家 每个国家都要填一份 那我们在中国的收入用的是人民币 在我们报税的填到我们真正的正式的税表上面去的时候呢 我们都要把它换成加币 那用什么汇率换成的加币呢 我们用的是那一年的平均汇率 比如说2022年我们会要2022年人民币和加币兑换的平均汇率来换 这是针对新一民比较特殊的要填的表格 那除此以外呢 像加拿大 如果新一民的加拿大你有什么 什么投资收入 打工收入 那加拿大这边就有各种提表会提供给你 那你把它提供给你的这个会计室就可以了 好了 现在我们介绍一下新一民怎样申请政府福利 我们前面讲过政府的福利呢是建立在上一年你报完税以后你的家庭净收入基础之上的 那他的发放日期呢是从7月1号到来年的6月30号 那作为新一民来说呢 你才登陆加拿大 你上一年在加拿大是没有报税记录的 所以呢这个税务局他没有可能自动的把这个你从登陆开始的政府福利就发给你 而新一民的从你登陆那天成为税务居民的那天开始的你就有权利来领取政府福利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作为新一民你登陆以后你一定要单独的填表格申请政府福利 政府呢才会从你登陆那天开始把你应该拿的福利补给你 OK 那么第一个呢新一民可以申请的是牛奶金 就是给小孩的这个补贴 当然这个牛奶金呢是 不管是新一民还是来了很多老年的老移民 你不申请税务局都不会给你的 OK 好 那么牛奶金怎么申请呢 首先你要填写申请表 这申请表呢有两张一个叫做RC66 一个叫RC66SCH OK 这两张表上面呢作为新一民呢 你要提供你登陆前两年的全球收入 他用这个呢来作为计算你应该拿到的牛奶金的基础 OK 除了填写这两张表格以外呢 你还要附上你们一家人的登陆子的复印件 你们一家人的枫叶卡的复印件 还有呢你的孩子的出生证明的复印件 OK 你把这些东西都收集齐了以后呢 就把它邮寄到税务局去 好 这里有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如果夫妻双方一方是税务居民 一方是非税务居民的情况下 你可以拿到小孩的牛奶金吗 从理论上来说呢 只要作为税务居民的那一方父母 他是小孩的监护人 他带着孩子在加拿大生活 应该都是可以拿到牛奶金的 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 我们遇到了某些情况下了 那税务局的官员说 你一方是居民一方是非居民的情况下 作为这个非居民的一方 你必须在加拿大作为税务居民报税 也就是说双方都要是税务居民 他才会给你牛奶金 否则就不给 那么这个呢 是就相当于是不同的这个税务局的官员呢 他的做法可能会有些不一样 那么有的夫妻双方一方居民 一方非居民的情况下 又可以拿到牛奶金 所以呢 这个只是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情况 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下面一个呢 就是新移民要主动申请的 这个是GSTHC的退税 OK 那这个呢 就是如果说你并不是一定希望从你登录那天开始 你就把这个退税拿到 你当然可以不申请 那么呢 等到你报了第一年的税以后呢 税务局会自动给你 这个跟呢 牛奶金有些不一样 牛奶金是你不申请 税务局永远不给你 OK 那如果你想从你登录开始就拿到GSTHC的退税的话呢 那你需要填写 RC151表 啊 填好这张表以后呢 把它寄到税务局去 那税务局呢 是根据你在不同的省份 不同的地点 那那税务局的这个接受你的邮件的办公室呢 它是不一样的 我们下面的列举了一下就是我们几大税务局的这个中心 所以呢 所以呢 你就根据省份来寄到他们不同的邮寄地址去 OK 好 那呢 接着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当你报税的时候 你会收到税务局的一些表格 那这些表格是干什么的 他大致怎么样的来解读 OK 首先 T3表格 这是一个样本哈 T3表格呢 是 如果你在基金公司 在银行有买基金做投资 那么这个基金 它是以信托的方式来成立来架构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买基金拿到的收入 那这个基金公司给你的就是T3表 OK 那么这个T3表呢 里面有很多的格子 这些格子呢 你仔细看看 有加拿大公司给你的股息收入 有资本增值 有其他收入 还有海外收入 还有你在海外交的税 那呢 这个地方我特别强调一下 这个海外收入报进去以后 你在海外交的税呢 是可以来抵你加拿大应该交的税的 在前面说过 OK 那这个表格呢 你就是收到这种表格以后 你直接交给你的会计师 会计师按照不同的格子 相对应的填到我们的报税软件里面去 就可以了 你不用去操心 OK 好 另外一张呢 也是投资有的表格T5表 T5表格呢 最常见的就是你在银行有存款的利息 那么银行的每年会给你发一张T5表 告诉税务局 也告诉你 你这一年一共从他那里收到了多少利息 应该作为收入的 OK 那还有呢 如果你买的基金是以公司的形式来架构的 他也会给你一张T5表 告诉你你的投资收入今年有多少 这个同样的给你的会计师就行了 好 T5008表呢 是给你来计算你今年如果处置了股票基金 你的资本增值有多少了 这么一张表格 那么这张表格最重要的呢 有两个这个空格 一个是第20号box20 它是记录的你买这些证券的成本 一个是box21 它记录的是你处置了这些证券以后 你拿到的这个这个钱 OK 那么21减掉20呢 就是你的资本增值 填到我们的税表里面就可以了 这个T5008呢 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是有的时候呢 这个box20跟box21呢 它这两个box不会是全的 有时候有一个里面可能会没有数据 就是有时候这种情况会发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情况下呢 就是说你这个单独用5008计算的资本增值 这个数字就是不准确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要把你的交易详细记录 我们叫做trading summary 拿出来 然后呢一笔笔的对着trading summary 来找到你买证券的成本 和你卖出以后的precede 来计算你的资本增值 T5013 这个是呢 你有投资 而这个投资呢 是投资在这个合伙人制 叫做partnership 投资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呢 他会给你issue的 这个表格就叫做T5013 那么呢 这个T5013 也是有不同的box 那里面可能会有你的收入 还有你的这个 这个可以作为这个亏损抵税的科目 这个呢 你交给你的会计师 输入软件 好前面几个讲的都是 如果你加拿大做投资的话 你有投资收入会收到的四张最主要的表格 好下面这张T4表 就是如果你加拿大有打工收入 你会收到的你雇主给你的 你上一年的这个打工收入的一个总结 好那么这个呢 表上面呢 有你到底打工的收入的这个工资收入 是多少 然后呢 你多交了供了就是多少cpp和或者是qpp 就是加拿大的或者亏损的退休金 然后呢 你供了多少ei事业救济 ok 然后呢 再就是你已经预交了多少税等等这些东西 这是T4表格 那么T4A的表格呢 它是你在加拿大有主要最常见的是 你是自雇的人士 你有佣金收入 那呢 你的那个就是发给你佣金收入的那个 单位那个部门 他要发给你的这张表格 或者呢 你给人家提供了什么服务 他给你发的一个表格 这个呢 就是你把这个表格拿到以后呢 填到T2125表里面 自雇收入那张表格里面就可以了 那么当你收到T4A的时候呢 因为你是自雇 所以呢 你在工作中间发出的 发生的一些支出呢 也是可以 跟你这个自雇收入相抵 可以抵税的 T2202 这呢 是孩子们在加拿大上大学上大专 那么他们支付了学费会收到的用于学费的这个顶税金的一张表格 啊 那么呢 这会上面会写上你到底就是全职或者兼职上课上了多少学期 然后你付出了多少学费 OK 这个呢前面已经讲过小朋友今后工作以后有了收入是可以作为这个顶税金使用的 这个学费的15%在联邦这个层面是可以抵税的给今后 当年有5000块钱可以转给你的父母配偶或者是这个主父母来使用 好了前面介绍的是报税需要啊就是交给你的会计师的一些表格 OK 那呢 在你报完税以后的两到四周之内呢 你会收到税务局的回单 我们叫做Lotus of Assessment 那么这个呢是Lotus of Assessment的一个样本哈 好我们看看他这个地方告诉你说 这个NOA哈是2020年的就总结的这一年的 对然后呢 他是2021年的5月10号发出来的 前面讲过正常的三年的税务局集合的时间 是从NOA发出的这天开始 像这个地方就是21年的5月10号往后推三年是正常的税务局集合的时间 OK 好 首先他会告诉你说 今年的税报完以后我们税务局给你的一个简单的评估 那里有一个退税是1969块9毛5 OK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很简单的直接的一个结论 你要拿到退税 OK 好 右边呢这些栏呢就是对你这个2020年申报的你的收入啊 总收入啊你的什么有些底扣项 你的净收入因纳税收入联邦不可退还的顶税金到底要付多少税等等的一个很简单的总结 那这个NOA发出的时候呢税务局应该是没有专门的就是人来帮你来检查你报的东西是不是正确的他应该是我们会计是报税的软件报到税务局去以后的自动的跟税务局的系统去对接 那么税务局系统里面有一些历史的数据对接以后或者是他收到的啊就是别的地方来的一些信息对接以后 他自动产生的一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评估OK是没有经过税务局仔细审查的 那下面呢一行呢又有他给你解释了一下有些什么重要的信息 好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这张NOA里面呢他最重要的呢就是说呢啊你还有一个没有使用的到现在为止 你还有一个没有使用的联邦和安省的学费的这个数额联邦是89000多安省的有53000多 这个呢是你今后学费可以作为学费顶随金来使用的一个金额 OK然后这个下面呢又说了你的RSP前面讲过啊注册退休储蓄计划你是怎么样来计算的 现在你还有2021年你有多少RSP的供款空间是可以供进去的 OK那么呢这个呢是NOA上面最主要的内容 这个NOA呢很重要就是因为你申请父母移民申请什么Mortgage都是要用到的 前面我们讲过所以你一定要保存好 OK好了NOA呢刚才讲过是税务局根本没有专人来审查过你报的东西系统自动产生的 那么我们前面也讲过6月份以后税务局有了人手就会有专门的人来抽查我们的纳税人 要你提供一些支持证据了 OK那么如果说他给你发了信要你提供什么支持文件 或者他发现你这个报的地方有什么不对的话 那么你没有提供支持文件 他要你提供给你来的信了 你没有及时回复没有提供支持文件 那么他就会把你报税里面的一些费用的抵扣 就算作是无效 或者有一些收入他觉得你没有包括进去的 那么最常见的就是你的T表T3T5表有一些可能税务局那边收到一份 但是呢你这边没有申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税务局呢就会根据他们认为正确的数字 重新对你的报税的回单进行一个评估 这个时候呢他会给你issue一个notice of reassessment 对吧 就是重新做一个评估assessment评估的意思 那么在这个reassessment里面他同样的 首先告诉你经过这个reassessment 你到底是要退税还是要给他补税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例子是也是要退税 这是2019年的reassessment 那么这个地方呢跟NOA相比他有点不一样 NOA这个数字呢对你的报的这些收入 和这些因纳税款他只有一行数字 那么这个reassessment就有变成了有两行数字 他会写上说你上一次给你的这个 NOA assessment是什么数字 现在呢我的reassessment我不是改变了吗 对吧那我改变以后是什么数字 我做了哪些改变你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税务局 他到底是哪些数字变了 那么你可以根据税务局变的这些数字呢来去找原因 当然下面税务局这个他的也有也会有一个 这个NOA这里也会有一个总结 他告诉你说OK 那么我们这一个 你的这个就是这个重新的评估进行了改变 是为什么会改变 他这给你会给你一些解释 你就可以根据这些解释去找原因 如果是因为你以前税务局的信 发给你的信 你没有及时回复 或者你提供的资料税务局不认可 那你可以重新跟税务局提供资料来改变这个东西 好同样的这个 reassessment第二页 他也会告诉你这些 这个一些重要的信息 你还有哪些没有用的东西 OK 然后或者他们就是做了哪些改变 那么RSP 他还是依然会告诉你 你这个RSP的计算是什么情况 因为当他改变你的收入的时候 那么你的RSP的这个空间 他很有可能也是会改变的 所以这个地方依然会对你RSP的这个 可以抵税的空间做一个总结 这就是notice of reassessment OK 好我们刚才举的两个例子呢 都说的是你要拿到退税 对吧 这没有关系 税务局会推给你一个支票 或者是自动存到你账上 但是如果你收到了这个reassessment以后 上面说的是你欠税 而你其实呢 觉得是因为你收到了税务局的信 你没有回复 你不应该交这个税 怎么办呢 我们的建议是 你先把税务局说你欠的税先交上去 然后呢 你再去提供你应该提供的信息 如果你提供的信息 税务局是认可的 那税务局会把你交的税款 原封不动的退还给你 OK 那但是如果说你不先把税交上去 然后今后你提供的信息 税务局又是不可接受的话呢 那税务局会每天一直都给你进利息 那这样的话呢 你欠的税务局的钱 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你到时会变得很不合算 OK 所以呢 是只要税务局说你欠税呢 只要你能交得起 一般情况下呢 你可以先交上去 然后税务局会退给你的 税务局还是讲道理的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呢 如果说你有欠税务局的钱 你怎么来支付税款 我们这个地方呢 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呢 是通过你的网银 online banking来付 我们登录你的网上银行 从银行的网站登录 选择add paye 然后呢 你要在这个空格里面 搜索CIA personal income tax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个人税 对吧 好 出来以后呢 里面有几个选项 他说呢 你看这个地方有选 支付2022年的税款 如果你报完税以后 你的会计师告诉你 你欠税1万块钱 那你就选择这个2022年tax return 那如果是你要支付2023年的预缴税 就是收到你的税务 所以收到税务局的信以后 你要预缴税的话呢 你就要选择2023年tax installment 好 如果税务局是过去的年份 对你评估做了reassessment 譬如说是2021年2019年的 那他说你有过去的年份 你还有签他税的话呢 那你就要选择amount 欠税款 对这个三个是不同的选择 选好了以后呢 就填入你的社会保障号码 他就是你的这个账户的数字 就是account number OK 这样呢 那你就把这个配益加好了 加好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选择付账单 你把这个账单付给这个配益就可以了 这个一旦你加一次 那么呢 今后呢 他就留在你的网银上面 你每年只需要一点那个 你就可以付款了 好 第二种支付税款的方法呢 是通过税务局的这个平台 他呢 有一个my payment 这么一个网上的支付的一个平台 那首先你要搜索 找到CIA的my payment的网站 选择pay low 现在就付款 第一步呢 我们现在讲的是个人税 你要选择个人税 T1 OK 然后公司税当然也可以付 我们今天就没有讲哈 公司税怎么付 我们讲个人税 T1 第二步呢 如果是你负责22年欠税的 你就选择22年tax return 就是你报了税以后欠税的 然后当然下面一样的 有不同的选择 第三步呢 同样输入你的生卡号码 和你需要付款的金额 然后点击下一步 第四步 确认输入信息是的正确 然后就点击这个确认 然后呢 再找下一步 第五步呢 就可以用你的这个Visa Debit Card 或者说是用这个网上的这个支付的卡 来付款的 这个是第二种 用my payment来付款 好 那么 预付款是怎么回事 这个一般来说呢 是到每年接近八九月份的时候开始 那我们的个人税的纳税人呢 有可能会收到税务局的一封信 这个信呢 就基本上是长这个样子的哈 他会上面会有金额 会有日期 OK 那么我们这个是我们一个客人 收到的2021年支付预付款的信 那对于个人来说 如果你没有收到税务局的这封 要你叫预付款的信呢 你是不用去主动付预付款的 OK 一般情况下呢 税务局是他的这个是根据过去两年里的报税 的记录来确定你要不要支付预付款的 如果是过去两年报税的记录都显示 你有欠税务局的税超过三千块钱呢 他往往会就给你评估 要你 要你开始交预付款 OK 为什么会要你交预付款的 因为税务局不能等到每年都是你报完税以后 你才把钱交到税务局去 因为政府用钱 他不是说只有你一年结束以后才用钱 他是整个 平平摊在一年 政府都要要用钱的 比如说福利啊 比如说什么基础设施建设 对吧 所以他不能等那么久 那他呢 就要你呢 先把这一年要交的税 你给我先预交上来 等到下一年的4月30号以前 你报了税以后 咱们再多退少补 这就是预付款 OK 那呢 这个如果你是打工的 那在你的雇主给你发工资的时候呢 他已经把你这个预付的税款呢 应该预付的税款已经给你交到税务局去了 每个月都交交上去了 扣了 所以打工的人呢 往往是不需要交预付款的 OK 还有一点呢 就是如果你是有HST GST的账号 或者是你是公司税的这个纳税人 那么税务局是不会发信要你交预付款的 你只要上一年欠的HST GST的这个税款 或者是公司税的税款 高于3000加币 你下一年你要自己主动的分季度交预付款 OK 因为税务局认为 你这个有生意的人 你是对这个税应该更了解的 你要主动来履行你的义务 而个人呢 他认为是比较基础的 所以税务局会提醒你 OK 好了 当你收到这个要交预付款的这个信以后呢 你可以第一个选择 最简单的就是你就按照这个 他规定的日期和数额 把它交到税务局去 就可以了 OK 那么下一年 4月3日扫完税以后多退扫 但是呢 你也可以不选择这种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 你有可能 就是你前一两年收入很高 对吧 或者你甚至是卖了房子 收入很高 那呢 税务局认为你要交预口税 但是你到今年开始 你收入突然急剧下降 对吧 那你就 今年你就不需要交 有那么多 就是欠税的 因纳税款了 对吧 那你当然就没有必要 要一定要交这么多 对吧 但是只要是 你 当年 因纳税款 你会高于3000块钱 别的省份 魁省的比较特殊 只要你当年的因纳税款高于1800块钱 你无论如何 虽然你不用交那么多 你也是应该要交预口税的 如果低于这个数字 那你连预口税交都可以不用交 OK 你就可以把这个数字根本就忽略不及这封信 好了 那咱们说 你 还是需要交预口税 OK 那么刚才说的第一种方法就是直接按到这个box里面交 对吧 那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说哎 你说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多要交的 你可以 还有两种选择 一种呢 你是根据上一年 上一年的这个这个净收入的金额来交 那么呢 你是在 这个 就是根据上一年的金额 把上一年的金额呢 分成四等份除以四 在今年哈 这个2021年 我们这里举的例子哈 就是今年要交2021年的预口税的 这一年的9月15号以前 交上四分之三 然后呢 12月15号以前 交上四分之一 那么呢 税务局也算你履行了你的义务 OK 好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说你根据当年的金额 你预估一下 2021年哈 咱们这里举的例子是2021年 你预估一下2021年 你要交多少 这个多少钱 那呢 就是 同样的 9月15号以前 交四分之三 9月 12月15号以前呢 交四分之一交到税务局去 OK 那么 第三种方法呢 就是说呢 你要觉得你今年的收入大幅下降 那你用第三种方法呢 其实是最核算的 OK 这是啊 怎么交预付款哈 那么预付款 如果你晚交的话 没有按它的金额晚交的话呢 那它是税务局是要会寄利息的 好 怎样注册 直接存款 这个直接存款是指的 如果税务局有欠你的税 或者税务局要给你发流奶金 消费退售等政府福利 它不用给你支票给你 这样的话 税务局也麻烦 你也麻烦 那呢 它就直接把钱打到你账上去 这个叫做直接存款 对吧 那我们还有一种呢 是税务局直接取款 也就是你欠税的时候 税务局直接把你的钱 把你欠的税 从你的账上下掉 这个呢 也可以通过这个报税的时候 也可以就是通过你的会计师 帮你选择这个选项 提供你的账户信息 直接下你的钱 但是我们大部分客户呢 都不愿意这样做 因为他不希望说 我在不知不觉中 税务局就把我的钱给拿走了 我希望要知道税务局 他为什么拿我的钱 对吧 我要确定以后 我才让税务局拿钱 我自己主动交 对吧 不要你自动下账 所以呢 直接取款很少有人做 但是直接存款呢 现在绝大部分的人呢 都是用这种方式 我们看看哈 有哪几种方式可以 让税务局直接把钱 存到你账上去 一个呢 是如果你有注册 到税务局的网站 注册了你自己的My Account 这是一个 你可以登录税务局的网站 来看到你的各种信息 和进行各种操作的网站 你可以在My Account上面 设置或者更新银行账户信息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你可以通上通过网上银行 来设置 这个呢 你要咨询各银行的这个branch 第三种方法呢 你可以打税务局的热线电话 在电话上面设置 第四种方法呢 你在报税的时候 把你的银行户口信息提供给你的会计师 他来帮你 在报税的时候就帮你报到税务局去了 那我们最常见的呢 是第四种方式 尤其是新一鸣第一年来的时候 那你在报税的时候呢 就最好 一次性的让你的会计师把这个自动存款设置好 提供你的支票 好 税务局 你要欠税务局的钱的话 欠税的话 不光你要付税 你欠着税务局是要给你寄利息的 当然税务局如果欠你的钱 也就是说如果你多付了钱 税务局他也要给你利息 那么税务局的这个利率是怎么确定的呢 首先税务局呢 他的利率是每个季度会更新一次的 你像现在就是过去的一年 税务局每个季度利率都在往上涨 对吧 他也是根据跟根据我们这个市场的利率来来调剂的 那2022年的第四季度 我们纳税人如果有欠税 税务局他要收7%的利息 这个7%的利息呢 是按天来compound 所以呢实际的利率呢 会高于7% 应该是7%点几 好 那如果你个人纳税人要多付了税款给税务局 税务局呢 他给你支付的利息呢 是按照5%来集息的 所以你看税务局 他一定要占一个2%的便宜 好 那如果说个人 你晚报了税 或者是晚交了所欠的税款 你到底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很多 很明信 首先我们要想要讲的是 如果你不欠税务局的税 也就是说你可以说 我们交税欠交税的时间都是下一年的4月30号 对不对 那么我们2022年的欠税款是2023年的4月30号以前要交上去 那你说哎 我可以预估一下我欠的税款 那我在我预估的基础上的我还甚至多交一点 在2023年的4月30号交到税务局去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你不欠税 就是说你把该交的税已经按时交了 或者说你收入很低 根本不用交税的情况下呢 那么即使你永远都不报税 也不会有任何处罚 这个很好理解是吧 因为你不签税嘛 对不对 你不报税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低收入的家庭 你不报税 政府的福利马上就会停发 因为我们讲了政府的福利是从7月1号开始发的 对不对 那它是建立在上一年的你的家庭净收入的基础上的 如果他不知道你的家庭净收入是多少 你不报税 那税务局当然不知道该你发该给你发多少福利 所以福利马上就会停发 那么呢 即使 所以即使你不用欠税 你的收入很低 你也一定要及时的报税 以便拿到政府福利 OK 好了 下面一种情况 你按时报了税 4月30号以前你报税了 但是呢 你没有按时付清所欠的税款 比如说你欠税务就1万块钱 你4月30号以前报了税 但是你4月30号以前 你没有付你的所欠的税款 这种情况下呢是没有罚款的 但是税务局要开始给你寄利息 从4月30号过后就按天帮你寄利息 前面讲了现在的利息是7% 所以也是蛮贵的哈 好了 你如果有欠税 你本来就要欠税 我觉得税 你又没有按时报税 你4月30号以前你既没有报税 还欠着税 那么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罚款是你的欠税额的5% 而且每晚报一个月 一个整月加罚1% 直到12个月为止 那么当然你欠的这些税款 它是要帮你寄利息的哈 好 如果过去三年中间任何一年曾经发生过晚报欠税被罚款的情况 则本年度的罚款将会涨为欠税额的10% 前面是5%对吧 而且每晚报一个整月加罚2% 直到20个月 当然这个欠钱是也要寄利息的哈 这是 不报税 又欠钱 所以说这个罚款也还是不清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最好是按时报税 你实在赶不上你至少要把欠的税款估一个数额 多交一点交上去 等你报完税以后税务就会给你多退烧补 OK 好 如果你需要付预付税 你晚交了预付税怎么样呢 前面讲过 首先要寄利息 OK 当所欠的预扣税的利息超过1000加币以后 税务局这个时候才开始收取罚款 这个罚款呢 就计算的方法就比较复杂 我就不在这里仔细介绍了哈 所以大家要一定要千万记住哈 就是你报税 要最好要按时 尤其是你欠了税款 更加要按时交 否则是有利息或者处罚 好 My Account是非常有用的一个账户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给自己注册 My Account呢 首先 你在Google上搜索My Account for Individual 这是个人的哈 当然公司也可以注册My Business Account 进入网站 第一步呢 你要选择Option 2 使用 要使用一个CIA的username和password 开始注册哈 然后首先要注册的过程是要输入你的社保号码 然后呢 输入你的家里的邮编 你的这个出生的年月日 而且他还会问你上一年报税的某一行的某一个数字 所以说呢 My Account你如果从来没有报过税是没有办法注册的 你只有在你报了第一次税成功的提交的第一次报税的记录 税务局处理以后你才能开始注册My Account 那么他要问你是哪哪个报的税表里面的某一行数字 这个呢 你可以在会计师发给你的税表里面去找或者直接问你的会计师 第四步呢 就获得验证码 OK 这个验证码呢 税务局他会自动寄给你 但是需要等十到五到十个工作日 如果你等不及 马上想要验证码的话呢 那你就打电话到税务局去 那税务局会email给你 那就会比较快收到验证码 OK 第五步呢 他要确认一下你的邮政编码是否正确 然后第六步呢 你就要设置登录的账号和密码 对你的username和password OK 然后第七步呢 你要设置五个账号的安全验证问题和答案 那这个呢 是你自己要选这个问题 比如说你是在哪里出生的呀 你在哪里遇到了你的这个配偶啊 之类的这种问题 好 第八步呢 同意税务局的免责声明 这样呢 你的税务局的网上个人账户就设置好了 但是因为你还没有收到验证码 所以现在你马上可以登录呢 能查看到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 只有等到收到验证码以后呢 你才可以使用myaccount的各种各种强大的功能 OK 那么这里呢 我有纳税人反应 曾经注册了myaccount的反应 他首先第一点呢 讲的就是 你这个myaccount 如果注册完以后 你一年或者是一年多以上 你不登录的话 他就自动锁住了 你又得要找税务局去打电话 要这个验证码 security code OK 还有最近还有另外一个这个纳税人打电话 这个跟我说的话 他说我税务局的人告诉我 即使我经常登录myaccount 我的验证码也会在一年半以后失效 所以呢 这个myaccount这个确实是 因为他保证你的这个隐私 不会被别人去利用或发现 所以呢 他就是通过这些方式呢 来保证这些东西 所以会变得比较麻烦 像我们自己呢 就是我们作为会计师事务所的话呢 我们的客人可以授权 我们作为他的代理人 那么呢 我们就可以上网 随时帮他查到他的信息 那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 你可以自己不注成myaccount 你的会计师也可以帮你实现这样一些功能 就是绝大部分功能 你的会计师作为你的代理人 是可以帮你实现的 但是某些少数功能没有办法实现 比如说 你要改你个人的地址 这个是没有办法 通过就是你的会计师 作为你的代理人帮你实现的 好 那myaccount有哪些功能呢 你可以查看过去年份的报税情况 比如说 税务局寄给你的noa 你丢掉了 遗失了 没关系 只要你可以上myaccount 你随时可以把过去年份的noa都可以找到 比如说 你可以查看 你是否有欠税 还有你到底已经交了多少预缴税 你可以通过myaccount 找到你目前已经收到的政府福利 有哪些 你可以查到 RSP跟免税储蓄账户的共款空间 以及过去年份的共款情况 你可以查看税务局近期寄给你的邮件 你从这个myaccount上面直接点开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邮件了 然后你可以查看你的这个收到的这些税表 T3T4T5表等等 因为这些表格都是有一份交到了税务局 一份是寄到了你的手里 这两两边 它都是应该是一样的信息 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个税务局的网站 看你是不是漏掉了某些表格 然后你可以改你的地址和银行直接存款的信息 你也可以指定或者撤销代理人 所以myaccount的功能其实是非常强大的 如果你英文足够好的话 你可以注册一个myaccount这样比较好用 那么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想跟税务局取得联系 有哪些方法呢 我们来看看 第一通过打电话 那么个人税的热线电话是这个 18009598281 如果你涉及到与福利相关的信息 你想问税务局 那就是1800387 1193 那么自雇个人自雇或者是公司税的部门 是180095952525 OK这些号码 我们作为会计师都是记得牢牢的 随时要打的 你可以通过税务局的网站跟税务局联系 首先是刚才讲过 你如果有myaccount 你可以通过myaccount上传信件和文件 那你也可以通过你的代理人 一般是帮你报税的会计师 来上传信件和文件跟税务局取得联系 那你要寄信给这个税务局去 那么下面的这个是这个 这个个人税寄你的这个报税的表格的地址 这个是根据不同的这个地区 它的这个tax center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拍一个照片 好了我们最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就是个人税经常被审查的科目有哪些 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税务局的审查 首先我们作为新一名的客户呢 往往呢在你成为加拿大居民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至少是有时候有的人是几年之内 还会有海外收入 最常见的被查的是如果你有海外的工资收入 或者说是自雇收入的时候 你在税表上面呢会显示 那呢税务局会给你拿一封信 他说你这一笔收入到底是什么收入海外的 他知道是海外的 他说你是打工收入还是生意收入 那么如果是打工收入呢 你要给我提供一下是做了什么工作 这个你的雇主 他是谁 他是怎么付给你这个钱的 他要有一些详细的更详细的信息 你像去年这个年底我们不少客人就收到了这封信 那很多客人收到这封信就已经很就很惊慌 他说税务局是不是盯上我的要查我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抽查 OK 你就是根据他的信要你提供什么信息 你是什么你提供什么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信息名比较长被查的 那么第二个呢是查的更多的就是 如果你在比如说在中国你有打工收入 那你在中国是要交税的 你在中国交的税 在加拿大是可以抵税的 前面我也讲过对吧 那么你因为你在中国交的税款 在加拿大是可以抵减加拿大的应那税款 那加拿大税务局就少收到的税对不对 正因为如此 税务局就很容易要查你在中国已经交了税的证据 OK这个呢 你只要报你在中国有收入交过税 那你被查的概率应该是80%以上 根据我根据我们的经验哈 那么这个呢 等一下具体我来讲 他们怎么查你怎么提供这个证据哈 好如果你有上大学的学费可以作为顶税金使用或者转给你的父母使用 那么税务局往往会要你提供2202这张表格 如果你有5000块钱转给父母 他会要你提供啊 这个学生签了字的授权 父母亲可以用着5000块钱的2202的表格 你把这个签了字寄到税务局去就可以了 OK 那么在安省呢 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被查的是你当年支付的递税或者是支付的租金 OK 因为安省呢对于低收入的家庭他有一个额外的有一个福利 就是他是建立在你支付的上一年支付的地税和租金的基础上的 如果你有被查到的话呢 你就要提供的是你支付了地税的证据 或者说是你的房东给你开的收到了你的房租的这样一个收条 OK 那么你把这个提供上去以后呢 税务局就会给你这个福利 当然如果你说没有提供 或者我提供不了 其实也无所谓 也不会有什么就是不良记录之类的 税务局就不会把这个福利给你 他已经发给你的福利 就会让你退回去 这是这一项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税务局来查的 就是漏掉的T表 最常见的就是你有投资 对吧 那么银行会发你T3T5T5008等表格 那么同时有一份发到税务局去了 但是你收到的表格 你提供给会计师的表格 要少于银行收到的表格 这种情况呢 其实是比较常见的哈 当然这几年我们就是报税的软件更加先进了 可以自动的跟税务局联网去抓数据 这种情况的发生的要少一点了 但是但是还是时有发生 因为有的时候银行他提供给税务局的那个表格 在我们把税就是我们会计师报税报完以后 才上到税务局的系统上去 这样的话呢 等到税务局6月份以后开始查税的时候 有一些表格呢 我们报税的时候T表 我们是其实我们是没有收到的 税务局的网站也没有 OK 那6月份的时候税务网站就有了 等于中间有个实质 那么这样的就会出现漏掉T表 那么税务局呢 可能会查理 他呢会要这些漏掉的T表的数据 会要求加进去 让你去补税 OK 这个呢也是很常见的一个 一个被查的科目 漏掉的这些投资的表格 这就是如果你有借钱去投资 那么你借钱会产生利息支出 对吧 当你借钱去赚取投资收入 或者生意收入的时候 你付出的利息是可以抵税的 OK 那么如果说你在你的税单上申报了说 我有一比较大的一笔金额利息抵税 一般是在carrying charge and interest里面 就是那个投资收入的表格里面 那税务局呢 很有可能会要你提供 你借钱拿去投资的证据 这个时候呢 你要把你怎么借到这笔钱的 支付了多少利息 这笔钱是怎么拿去投资的这个路径呢 要清晰的提供给税务局 税务局才会允许你把这个利息支出去抵税 再就是出售房产的亏损 那么出售房产 大家知道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赚钱的 赚钱的情况下你给税务局交了税 税务就很高兴 一般他不会查理 但是如果你有说我现在出售房子 我亏了五万块钱 那亏损如果是自住房的亏损 税务局也不会管理 因为自住房的亏损是不能够抵税的 如果你是一个投资房 你说我亏了五万块钱 那么这个资本亏损是可以跟今后 或者过去三年你的资本增值相抵的 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亏损 它是有价值的 所以税务局呢 有可能会要你提供你的房子亏损 他到底是怎么亏的证据 那就你要提供你的房子的买卖的 这个证据 还有各种费用 是怎么发生的 他的支持文件是什么 好最后呢 我来重点讲一下税务局 怎样审查海外交大的税款 因为呢 这个对我们新移民客户呢 是就是比较常见的 首先这封查税的信 它长这个样子 这个是查的是这个客人 2020年的这个个人所的税 那呢 他这个地方 说了 他查的是一个 non-business foreign taxes 配的 就是你这个非生意而支付的海外的税款 因为打工不是生意 对吧 那这个呢 是这个客人有在中国支付了 15,913块钱加币的这个税款 OK 这个信长这个样子 那么收到这封信以后呢 信里面会要你提供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我们通常需要提供的是这三个东西 一个是T2209海外顶税金的这个联邦的计算这张表格 这个谁给你报税的 你的会计师的报税 这个一大楼文件里面就有这张表格 你把它挑出来就可以了 第二个要提供的是报税的证明 就是你现在在中国这几年比较中国越来越正规了 你个人所得税是有一个年度申报表格的 我们需要提供这个年度申报表格 OK 还需要提供递税局给你出具的在中国你有缴税的记录 OK 好 那么这下面两个东西长什么样呢 我们在跟客户做的过程中间 我们就是 客人提供的东西好像就基本上长这个样子 一个你看这叫做个人所得税年报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 这个A表上面就会有这种什么工资薪金 什么劳务报酬这种这种收入哈 这个呢就是如果你有打工收入了可能就是这个表格是长这个样子的 呃 据说在每个人的网站上的好像税务局的网站上面都是可以下载下来的 OK这是第一张表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这个一般是地税局开的这个个人所得税纳税的记录啊 就是说你看这个是工资薪金所得 交了多少税款式的一个区间的哈 那这两个表格因为是中文的你需要找有资质的翻译翻译成英文哈 这个你可以到国内找人翻译也可以在加拿大找人翻译 呃 加拿大找人翻译好像还可能会更便宜一些哈 啊 我们的客人一般都是加拿大找人翻译的这两个表加在一起可能也就几十块钱大概就可能够了 然后翻译好了以后连同刚才的那个T209表格一起寄到税务局去 那呢 基本上你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应该就 税务局可能就会允许你那个15000多块钱 来作为海外的这个顶税金来抵税 OK 你就过了这个省场 好的 那我今天呢 那个这个分享的就是这么多哈 那么我们就是有一个这个开若带这个系列讲座的这个目录哈 我们的这个访谈节目也是有这么16个讲座啊 我们呢 会这个就是一个一个的来给大家分享 好 最后介绍一下呢 我们的服务 那我们的主要有两块服务哈 一个是税务财务规划 这个呢 我们做的也比较全面 我们做个人税公司税信托的这个申报和家庭整体税务规划 我们比较擅长的哈 是新移民的海外资产申报及海外资产转入规划 在过去的十多年 我们帮很多新移民的家庭提供了这提供了这方面的服务哈 还有公司的注册注销啊 这个会计报表等等 再就是资产的保护和传承以及信托计划好 总的来说我们是给客人做的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税务财务的一个规划 第二块业务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保险策划 那保险呢 我们做的就是最多的是分红保险 当然其他的受险大病保险旅游保险我们也做 那我们的客户最主要的是新移民和高精子的客户哈 做的最多的是分红保险 那分红保险的客户呢 如果你做到一定的额度呢 会是我们的VIP客户 可以享受我们的终身免费的税务财务咨询的服务 那我们的保险客人之所以来找我们来做他的保险计划 也是看上了我们这一块增值服务 OK 好 从去年前年下半年开始 我们又做的比较多的就是IFA保单抵押贷款 那这方面呢 我们也非常有经验 所以呢 大家如果有这些方面的需求 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会很乐意为您提供服务 好 那那这是 我们的联系方式 最好的联系方式是来加我们的微信 来给我扫这个二维码 通过微信跟我们去的联系 是最有效的联系方式 当然电话号码呢 我们也放在这地方 in case有人愿意打电话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呢 先就是这么多 先就是这么多 以上